我們感謝他在現場為我們這裡有最新的狀況 接著我們來關心其他的消息 新北市的警察局接到檢基 說有幾個警察警官 涉嫌暗黎非法的交警 所以邦局地檢視在日七號 早晚是發動搜索 有等十七的警察 包括現任的 也有退休的警察 也有欺負這些人 之前有十一的人 讓他十萬到二十萬 交報 另外有六的人請回去 新北市的警察局現在是沾對著這些警察 做出機構 還要找出一個出份 在二十七號晚上 有十幾個新北市的警察 向以上到邦局地檢視真是精神 因為新北市的警察局接到檢視 有警察只有適合包庇 逃生地區交警 檢訪大動作手術 帶回去十七的人 其中途了兩個已經退休過 十年警察 還有市警局本部 兩、三、七警察 小警過去的 因為大概都有互相 有一些認識 像都是以前有在土城地區 或是來 待過的地方 警方規面精神 檢訪持出 這個警察開始是監察到 會發的狂警 今後十八的人 分配用十萬金兩十萬交報 其他的人分配向罩都回去 里長的警察 是不是有相遲 會還是採控在這個狂警 檢訪又在隊生當中 我們參與的同仁都是在晴雲去參加了 這個賭博場所的麻將賭博 屬於而且沒有收費跟包庇的行為 因為警察勤善就拔掉 先把市的警察局 也分配用紀大局 會才是調子出分 在前後天派出所的副所長 跟受情依後 如果會行警察勤善就交警 給警察的風氣 如果一次受到檔凶 記者 綜合報導